座谈会由内政部政务市长纪元普代表部长徐庆功主持 中央地方、教育、警察、社会、少年福律和副工会等单位的代表一百多人都出席了这项座谈会 纪市长在会中致辞指出 座谈会主要的目的是在讨论如何防止青少年不良行为和愚犯的发生 会中同时并且还讨论了如何专政社会风气 以免青少年沾染不良情境 以及如何加强实施问题少年追踪辅导等问题